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语结果子 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路前行 今天和大家聊聊The Future Home in the 5G Era 主要谈谈无罪时代下的智慧家居是什么样的 以及它将面临到哪些挑战 什么样的公司可以统领各个硬件软件公司、技术服务公司、家电生产商 成功的带大家走向智能家居 支持无线网络的电视、智能恒温器、 在线超市、点担快递 如今许多家庭已经通过数字服务的设备得到了改善 但是这些电器虽然是连接到互联网上 它们之间却没有彼此连接 例如你的菲利普智能电灯就无法和你的三星电视协作 为你的电影观看经历营造完美的灯光氛围 然而这真是一个智能家居应该做到的 协调各个数字服务和设备以满足你的需求 一个完美的未来之家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想象一下下面的生活 周六早上 保罗发现他的妻子苏珊正在训斥他八岁的女儿凯撒林 因为他用弹珠打破了一个智能烟雾探测器 智能家居的系统立即记录和汇报了探测器的损害情况 语音助手现在询问苏珊是否需要订购一支替换 苏珊同意了 新的烟雾探测器在一个小时内由无人机送到 当他到达时他只要把它从盒子拿出来 插入他的插座 不需要调试也不需要安装 新的设备就会立即集成到中央网络中 下午苏珊在家里做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 他走进房子里的一个指定房间 他的医生通过视频聊天和他打招呼 医生可以通过他的智能望带测量他的生命体征 好消息 他的血压降低了 为了庆祝 苏珊带着凯撒林和奶奶进行了一场网络的AR虚拟上步 无份 简易 互联 保罗一家住在理想的未来之家 通过集成大量的数字服务和设备 他可以自己解决简单的问题 帮助族人解决复杂的问题 并预测可能发生的问题 5G这是一个你已经听过千万遍的天花乱坠的词 但可能你能让无法向朋友解释这是什么 5G这个词本身没那么神秘 它是第五代的缩写 意味着国际无线连接标准的第五次升级 5G是目前移动通信中使用的4G继承者 它可以为真正的智能家居提供技术支持 首先5G要快得多 现在WiFi通常运行在2.4或者5000兆后的两个频段中 而5G结合了多个频段已达到最高的速度 因此它的延迟只有一微秒 也就是一百万分之一秒 这意味着从主网络到设备的信号只要三分之一眨眼的时间 其次无罪网络的覆盖范围很广 目前家里的WiFi最多只能覆盖50米 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有信号视角 移动无罪网络可以覆盖到1.6万米内的设备 第三5G允许更多的连接 每平方公里可连接100万台设备 是4G的10倍 这对未来家庭先进的物联网是至关重要的 在物联网中所有的家庭设备 你的冰箱、恒温器、电视都能在线连接和交流 速度、数据容量和覆盖范围的进步 让5G成为未来智慧家居提供了足够快的网络支持 目前大多工业国家已经在逐步转向这种新的5G通信 当然5G技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第一,公司间的数据共享问题 许多公司仍然不愿意与第三方共享有关他们的设备、软件和客户信息 但是当不同智能技术不能共享数据时 他就不能互相理解 学习和适应未来家庭无份连接的所需的方式 为了有效整合信息 未来的公司需要开始共享用户数据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障碍 数据隐私 当你所有的电器和物品都连接到一个中央家庭系统 并且这个系统可以访问到你的银行信息、社保号 甚至是健康信息时 如何保护这些数据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企业不能在代码中隐藏某些数据信息 未来的智慧家居行业需要更清晰可访问的数据存储和管理标准 让用户直接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 此外,企业不得不提高安全标准 以保护用户免受黑客的攻击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高额的生产成本 目前像智能恒温器这样的家庭联网设备 比类似的设备要贵150%到200% 试想一下 在你未来的家中 你不得不为数百台设备支付高额的费用 未来的智慧家居要成为常态 必须使人们负担得起的 实现这一标准的唯一途径是 各公司共同的努力慢慢扩大需求 这样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设备的价格 为了让未来的家居技术发挥作用 大量的硬件和软件供应商 技术和服务公司不得不聚集在一个屋檐下 那谁可以担任统帅这一角色呢? 有能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公司其实已经存在了 就是通信服务的提供商 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和威瑞森通讯公司 中国的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他们提供了智能技术所需的5G宽带连接 最重要的是 这些通信服务商有可靠的数据隐私和安全记录 在大多数国家 他们受到政府的公开监管 这一点很有帮助 所有这些因素使通信服务商成为未来智慧家居主要的运营商和协调者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也不得不调整现在的业务模式 首先他们要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 未来的家庭用户需要实时无份主动的客户服务 为百万客户提供这一服务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某些部分流程自动化 例如西班牙的一个移动通信公司 已经使用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助手 它可以与客户交流并为客户提供支持建议 此外通信服务商需要培训大量有人力的员工 他们能够理解预测和满足未来家庭客户的需求 最后通信服务商需要开放他们的商业模式 为其他提供未来家庭设备的服务公司腾出空间 把企业开发人员和客户聚集在一个单一的平台上 众所周知亚马逊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但你知道它的成功秘诀吗 答案很简单 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亚马逊不仅销售在线商品 它还生产销售配送这些东西 它提供产品订阅、视频、流媒体和生鲜配送 但最重要的是它使第三方供应商和开发人员很容易参与到其他的生态系统中 例如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 大约有10万个应用程序是由独立开发者开发的 为了成为未来家居行业的领导者 通信服务商不得不借鉴亚马逊的做法 采用类似于多边化平台的模式 允许数据在硬件公司、软件开发公司和家庭用户之间自由流动 对于商家来说 这意味着无限的商机 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中 通信服务商主要的工作就是 管理和整合这些未来家居技术收集的大量数据 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将所有的数据创建一个单一的国家范围内的数据库 甚至是全球数据库 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到5G时代下的词汇家居 奋斗路上我们一起加油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你的观看